这种现象我还是头一次见 开着电视就不能关风扇 你看啊,现在风扇和电视都开着 我关掉风扇 看,电视黑屏了一下 您猜这是什么原因?是风扇的问题吗? 这种现象我也是头一次见 然后就这沙发这四个插座嘛 就这四个插座是这个原因 其他的都没有 对 是吧,就这个原因 开始都不知道,就这几天上进来的 我插房间,连插座就没事 插进这个我呢 没事,都没事,几个房间都没事 我插房间里面 你插那个中间那个也一样 因为中间连插座吧,也不是客厅,不是一路的 都没事 好奇怪啊,客厅不是一路的 对,你在啊 大概是我在关上,没事 关键 关键 没事吧,他就这几个 都没事 不是,这个是那个插座吗 我知道,我就跟师傅说 我就说这几个插座有这个问题 这不是 是吧 是吧,不是 应该就不是电风扇的问题 也不是电视的问题 加几个电风扇 电风扇 电风扇 就一个电风扇 那天拿了一个电风扇 回来试了 我拿了一个试了一个 也是啊,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哦,主要是电风扇的都会出现了 不是电风扇的问题 也不是电视的问题 我以为这个电扇不好 他们拿了一个电扇回来了 这个意思是吧 那拿别的电风扇插到客厅上也不好使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好神奇啊 房主说 只要风扇插在客厅的插座上 一开关 然后电视才会闪 那是这些插座不好吗 为什么这些插座插其他的电器 插手机充电器等等 都不会影响电视呢 在我之前房主也找师傅过来测过 电压啥都正常 就是没找到原因 正好工具箱 有这个安归电容 我把这个安归电容 并在灵活线上 看能不能好一些 你加了安归电容 再试 没关呀 没关 不上了吗 好 好了 把这个安归电容拿掉 再试一下啊 灭一下 不是每一下都会是吧 不是每一下都有 不是每一下都有 难道这个现象插上一个安归电容就能解决吗 那就再插上看一下 嗯 嗯 正好了 多试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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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 还是有是吧 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你多了它都有 对 你按多了它是一下一下的 一下一下的 有 有 就是电视的问题 还是什么高频 什么线的问题 诶 灭了呀 它这个信号自己会断是吧 那我怎么怀疑这个信号 信号传输线的问题 有信号 它这个高清数据线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想看一下它这个数据线插得好不好 这个数据线的插口 我从一口给它插到二口试一下 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哎呀 看能不能好 放二以后再试试 是那线的原因吗 嗯 那个数据线一般是没插好 或者是 松了接触不良 都会造成 你刚刚给它是换了一个位置吗 放第二个了 原来是第一个 是信号插口没插好的原因吗 我再调回来 不是干这一口 真不是 嗯 现在有了吗 我再试一下啊 还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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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得把一插口倒到二插口 好 还插了 换了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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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按都行 怎么按都没问题 一就是不行 好了 这个故障现象就解决了 很多师傅都怀疑是电风扇 或者是电路的问题 都不适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今天来看这个空调不自冷 这电工不修电 开修空调了 不自冷 往外吹热风 就是别的教室的空调都关了以后 单开它 对 就没有了 是智能正常 对 而且是 是吹热风 其他空调 其他空调 其他空调一开 就不行了 就吹热风 对 就是刚开的那一只 可能吹 然后可能一只能过一个 一个休息 甚至没有两个休息 这智能就没了 对就没了 就开始吹热风了 什么原因呢 大家能猜到吗 这个空调是没问题的 单开这一个空调很正常 看其他屋的空调 你想这个屋 这个屋大 这个空调也大 一共四个屋 其他那三个空调一开 就刚才那个小空调 它就不自冷 这几个空调自冷还可以 有的师傅说用电多了 电压不正常 他们怀疑电压低 那我就测一下电压看看 因为它主灵牌上有个主灵线烧过 虚接烧过 都发黑了 后来紧上了 有人怀疑是电压不稳 那就测一下每一路 对灵线之间的电压 看是不是220 电压怎么正常 电压是正常的 所以我也不认为是电压的问题 导致空调不振冷 看室外机 看室外机 智能好不好 和室外机有很大的关系 去室外机看一下 去室外机一看就知道了 室外机在这里 看到了室外机 我瞬间明白了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不自冷 你看啊 四台空调室外机 挪在了一起 这一下你应该猜出什么原因了吧 应该还有师傅没猜出来 左下角的是那个小屋的空调的室外机 它是最委屈的 它的凉风进不去 它的热风出不来 也就是说它散热不好 会导致它的室内机自冷又不好 所以它需要把这几台空调 拉开 拉开距离 有足够的空间散热 那样自冷才能更好 好了 这样就确定不是电路的问题 好 哇 好帅呀